我们的去路的体验小baby 快乐的班哥为马六甲十个社区 亲子班圆圆掀开序幕 2005年马六甲儿童班转型成亲子班 以体验、讲述故事、省思、禁思及生活实践的 禁思与五段式教学 领导学生学习正确的价值观与人们品格 原本教学原理的老师加入亲子班后 时时用禁思语鞭策自己 先生一有什么事情不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 我就会很生气的 就会有所要求 一直要逼到他能够达到为止 可是现在我会站在他的立场来看 我都会善解他们 都会包容他们 有时候他生气的时候就会讲一些禁思语 你在此地里面学到的禁思语 是不是拿了别人的过程来疼罚自己 人家没有生气 反而你自己生气 很多国家对面水用 负责设计亲子班课程的黄顺兰老师 12年来让学员成长 自己也有收获 不只是很开心 写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然后又很适合用在我的教学中 因为每上一堂课 我说这个也是可以带回去学校教我的小朋友 灾难来了 该怎么办 课程寓教娱乐 学员玩得开心 也从中学习 有问题会到想要讨论 玩到很多游戏 写到很多东西 亲子班我学到了信心 有勇气的事情 也就让我感觉到很有自信 老师教的是那些是学做华语那些 这本教的是道德 每一堂课让学生收获满满 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更密切 当然新闻旅家家带小庆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 beans